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一个人一旦破除了心中对罪的执着 因为每个人心中都觉得我有罪啊 我对不起谁啊 我曾经对不起谁啊 我很难过啊 我对不起孩子啊 对不起老公啊 我对不起老婆啊 你一旦有这种罪孽的时候 其实你就对这个罪有了执着 那么一个人对自己的罪有了执着之后呢 长期的之后呢 就成为一种忧郁 所以很多老人家 只要夫妻走掉一个 就觉得我对不起老头子啊 对不起老太婆啊 他这么可怜啊 他这么可怜啊 一辈子啊 跟着我啊 我没让他吃好的穿好的啊 什么什么的 慢慢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概念 自己非常的痛苦 很有罪 那么时间长了呢 就成为一种执着 慢慢呢 就会忧郁 就会痛苦 所以菩萨让我们呢 要破除心中 对这些罪的执着 因为这是缘分 要随缘而灭 谁欠谁的都是缘分 就像孩子也是缘分 爸爸妈妈不好了 也是缘分 孩子和爸爸妈妈也是缘分 这个缘分一旦没了 菩萨让我们要随缘而灭 不能执着 没了没就没了 这就是忏悔的原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忏悔 忏悔的目的就是要我们随缘而灭 过去你做过的不好的事情 伤过别人 害过别人 曾经诬陷过别人 或者做过伤天害你的事情 你现在忏悔了 你就要把这个缘分 恶缘要灭掉 否则念什么忏悔文啊 你如果心中有很多的爱和恨啊 你一直忏悔不掉 那你可能下辈子还要来还呢 所以这就叫冤冤相报和事了啊 很多人死的时候 连一辈子欠人家的也还不掉 有的人连一辈子恨别人的也还不掉 所以他就永远寄恨在心中 所以礼佛有八十八个佛 所以你们里面念佛经 念礼佛的时候 等于跟每个菩萨都忏悔了 而且这八十八佛都是管我们 管我们现实 就是说你在人间啊 做什么做什么 用现在的话讲 等于每个部门的领导一样 你跟所有的菩萨都说对不起 你跟每个部门都说对不起 那么大家一起原谅你 你这个罪才能惨 你比方说你在大楼里 你不当心把大楼里弄了着火了 你不能只对各位邻居说对不起啊 你不能跟家里人说呀 妈妈对不起我把佛弄了 你要跟全大楼的人都要道歉了 对不起啊 我把这个大楼弄了着火了 所以要懂得最为殊胜的 就是要念礼佛 跟八十八佛相悔 念完礼佛之后 人会干净 机遗感应 非常容易感应 感应到菩萨对你的关心 你得见瑞相 瑞相是什么呢 就是非常高兴啊 祥瑞啊 你就明心见心了 就明白了 所以呢 身心清安 就是不会感觉到自己心中很重 为什么叫重呢 沉重 我对不起人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沉重的 清安是什么 哎呀 没有很重的负担 安是什么 平安 不会有很重的负担 不会有很重的负担 有清安 然后呢 就会证明你 你只要念过礼佛之后 觉得人好像放松了 好像哎呀 我好像忏悔了 好 你就基本上就等于有一些罪灭脏除 罪灭掉了 障碍就除掉了 举个例子 一个小孩子功课 考得不好 带着很沉重的心情 回到家里 就怕爸爸妈妈他们 要揍他们 要弄他们 但是呢 爸爸跟他讲 孩子啊 这次考得不好 你要用功 从中要接受教训啊 你不能再这样了 爸爸妈妈花了这么多钱 给你读书 让你学得好 你要好好地改正啊 爸爸妈妈这次 啊 原谅你 爸爸对不起 妈妈 我对不起你们 好 忏悔了吧 忏悔完之后 好了 这件事情就算了 所以如果你们念完礼佛大忏悔门 还是觉得心情很沉重的话 还没有解脱 明白了 当你完全解脱的时候 念完礼佛大忏悔门之后啊 人会心里觉得舒服的 你们不会觉得 哎呀 我对不起这个 对不起那个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从普光佛道 一切伐 常满亡佛 这五十三尊佛 是佛号 非常重要 好好念 他会帮助你 他会帮助你 他会帮助你忏悔你过去 他会帮助你 他会帮你贬了 或者老板 或者老板 或者生意做不下去了 破产了 这些都是在恶道当中啊 所以叫你们要好好的珍惜 就是说 就是说活在这个世界上 五密实恶 四中八七 所以你们想想他念礼佛 多重要 所以师父为什么叫你们念礼佛 你佛就能把你们身上的毛病全部去掉 去掉之后求什么灵什么 身上有罪孽 你能求得到菩萨吗 公司的老板 你要想见到他 你至少先不能有罪恶吧 不能大家都说你不好吧 这个世界上要消灭自己的重重的罪恶 你就必须要恭敬礼佛 礼佛 所以再叫大忏悔 礼佛是一种恭敬 所以过去谦佛 现在谦佛 未来谦佛 即应称颂 也就是说 当你念礼佛的时候 所有的除了五十三佛之外 其他的佛你也要称颂 但是这里面的五十三尊早已经是佛了 级别品位是不一样的 所以让你们从早已成佛的话 那么就是非常非常恭敬的佛 希望你们好好的念礼佛的时候千万不要乱来 很多人嘴巴里也有口无心的 念不好的 礼佛一定要好好地念 大家听懂了吗 所以从释迦摩尼佛到宝莲华 宝莲华 这三十五尊佛的功德名号 分人堂非常地广大 我现在在跟你们讲 这个礼佛大叉合你们 所以希望你们今天念经的人要懂得怎么念法 恭敬是恭敬是恭敬心的念 这个三十五尊佛要用心念 恭敬和用心有一点点差别 恭敬是非常尊重 用心是求 一个是跟五十三尊佛说 我做错了 忏是做错了 明白了吗 毁就是我永远不再犯了 跟后面的佛福尚 这个三十五尊佛的功德名号 要毁就是我以后不能再做 在经文上说 一切众生若有生聚 五逆十恶 众罪知者 万劫千生 不通忏悔 应需顶礼三十五佛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一定要头要动的 如果你在公共汽车上 在马路上 你不能这样 你就最好不要念这个 念大悲咒心经啊 背得出来的 像这个 礼佛最好是跪在菩萨面前 你前面的 我刚刚讲五十三尊佛号 跟这个三十五尊功德名号 你这个最好要顶礼 大家知道什么叫顶礼吗 跪下来跟菩萨顶礼 所以为什么礼佛 礼呀 礼佛嘛就是顶礼呀 你对别人尊敬 对菩萨尊敬 菩萨才给你 消掉你的业 你跟自己的太太 诚心忏悔 太太才原谅你 一样道理呀 我们学乎人跟菩萨说 菩萨我做错了 一边磕头 一边说自己做错了 菩萨才帮你 把你的五逆十恶 重罪之者 万劫千生 不通忏悔 也是什么 就是你很多很多的劫难之后 有一千的生命啊 比方说轮回啊 你都没有去忏悔 所以你必须要顶礼三十五 自心忏悔 一切罪障 皆得除灭 明白了吗 要用心来忏悔 你们知道跟人家 赔礼道歉 一个是说对不起 我做错了 还有一种呢 对不起啊 我真的做错 我真的很难过 我不应该这样的 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跟你保证 我下次再也不做 那么就是毁 忏呢 是认识自己的错误 毁就是永远不再做了 所以叫忏和毁 那是不一样的 听懂了吗 你们每个人都需要 别人给你们忏悔 如果做错事情 他这么虔诚的话 你们是不是会原谅他 如果他只是跑过来说 对不起啊 我做错了 他不会理你的 你就是领导说 领导我做错了 领导也不会对你好的 领导真的我不能再做错 我真的很忏悔 我很难过 那么领导就原谅你 我们学佛人 就跟菩萨好好忏悔 道理是一样 一切罪障 戒得除灭 就是戒得灭除一样 听懂吗 对别人要好好地忏悔 所以 理佛功德 他的威德 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你看一个人 会在菩萨面前 磕头 磕头跟菩萨的失望 没人会不尊重你的 你尊重菩萨的人 别人看着你都非常尊重 所以能除一切 极恶重罪 极恶 非常恶的重罪 念理佛大残悔门 可以除一切极恶的重罪 所以 菩萨让我们 在末世的修行人 我们现在是在末法时期 在修行 无论罪障迷惑 若轻若重 就是不管 你的罪障 就是你做错事情了 还有你迷惑颠倒 做错事情 不管是轻还是重 是应自成 恭敬礼拜 就是你知道了 你就应该 到底 就是完全的 去诚心诚意的 去恭 去敬礼 然后拜佛 跪下来的时候 叫礼 礼 是跪下来 才拜 没有礼 所以拜不了 所以为什么叫礼拜一 礼拜二啊 这个礼拜就这么来的 自 就是到底的 成心 用真诚的心 恭 就是非常非常的 虔诚的 去恭 敬 就是尊敬 他 所以呢 恭敬礼拜 八十八佛 恭得 名号 就是说 你们念 每一个 菩萨的 名号的时候 实际上 你们不是叫 他的名字 而是称颂 他的 功 德 菩萨 不要你们叫 他名字 所以 一如过去 现在 未来 三千诸佛 早得成佛 也就是说 佛 分成三种 一种是过去佛 一种是现在佛 一种是未来佛 那么你们 看看你们的脸 基本上 首先 是属于 好听的讲 叫未来佛 所以 现在是肯定不是佛 那么你说 现在佛是什么 在我们这一个时代 整个一个地球 从开始 两千五百年 佛到人间了 释迦牟尼佛 是佛 那就叫 现在佛 那么你们呢 现在在修 修佛 跟你们修到 像佛一样了 那么你们到天上去的 你们就是 未来佛 那过去佛 有吗 很多了 故佛 蓝灯古佛 很多很多的佛 所以要你们 要修成未来佛 回去照照镜子看 像不像佛 你们跟佛 长得一样 听得懂吗 因为佛也是 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你们两个眼睛 看什么 菩萨在看 牵手牵眼 看众生的苦难 你们两个眼睛看 什么好吃的 什么好用的 什么好玩的 你们当然说 天天听 什么可以听 开心的 人家菩萨啊 闻声救苦 去听到的声音 都是苦难的声音 我怎么去救人家 去帮助别人 同样是一个脸 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你们是在干什么 还想成未来佛啊 但是我不能让你们弃怀 还是要鼓励你们 你们如果从现在开始 就把人间的欲望 慢慢的解脱 你们可以成为 未来的佛 不是说高不可攀的 要开悟 真正的改变 自己的毛病 修就是把它修理 修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